按下去了 其实今天我参加了两天的神圣舞蹈的工作坊 我原来是因为朋友介绍来参加的 对神圣舞蹈并有太大的认识 但是来了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上这个课跟其他的课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课不能让你不容许你有皇神的时间 因为你皇神就完蛋了 你没有办法跟得上这个上课的进步 这个上课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步 这个神圣舞蹈是一个体验 是一个人跟他的内在的一个沟通 那我觉得很遮探的是 就是你必须非常地专注在你当下的心念 你必须要专注 你必须要沉溺 你必须要完全地了解你现在头脑 你头脑要专注 然后你的四肢也要专注 当你一不连结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来这些动作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发现常常我们在上课 或者在跟人家讲话 在跟人家讲话比较不会 但是常常我们在上课听演讲 有时候失去就跑掉了 或者是说我们在做静坐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 有些什么东西进来了 你完全都忘记你现在在静坐 你的精神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你被以前的事情给抓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 这个神圣舞蹈 是让你真真实实地活在当下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觉得当我在做报导的时候 我也是真真实实地活在当下 我常常坐在电脑前面 坐下去了 等我再站起来已经几个钟头以后了 那我知道这对我的身体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因为电脑总是有一些光线 或者是直播什么东西的 照着我的眼睛 而且我几个钟头不动 坐在那里 那就是我的手在动 还有我的思绪在动 写成一篇报导 或者说做一些动作 那但是这个神圣舞蹈 它是非常良性的 因为它一直它在动 它在动 让你的身体 跟你的思绪是在一个空间的 你没有办法逃离 就是说你是整个人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那当我坐的时候 那当我坐的时候 今天天气都很冷 但是我坐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热 好像身体有一些能量出来 然后常常我在坐的时候呢 我觉得好像气 其实气动也没有很多 但是我又感觉到 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 我又感觉到我的气动 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推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样的把自己静下来 因为这需要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承诺 很大的承诺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课程 在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是静默的 大家都是 只有老师在讲话 其他的人都是跟自己对话 我不知道 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OK